姐弟恋到底好不好 李懿六月来告诉你 李懿和六月年龄虽然相差七岁 但交往一年后就决定结婚 至今已一年多 但也因年龄的差距 产生不同的看法 而发生许多小争执 究竟离婚传言是否是真的呢 絕對是擔心弟弟什麼 好好講啊 真的 我不講的 因為餓死他也不要自己去 可能去買東西吃 就算你不把我做 我一樣可以活得下 一個禮拜可以出去玩五天 只能去酒店 不能去夜店 蛤 這是什麼規定 等一下 我剛剛聽錯嗎 昨天第一年你們有九個月 是沒有 九個月之間分開的 每天回來都累了 鑰匙都腿軟 然後輸了又 28歲 怎麼可能會沒有慾望 你真的就是累到 而且不管是對身 不管是對身 就是說沒有 所以兩位會一直走下去嗎 打播繼續錄 因為你不會有可能打起來 今天兩人的愛恨情仇 就說個分明吧 而今天的姊妹濤 我們還特別請到了八位 目前或曾經有過 解憋戀經驗的美女 來到現場 與我們一起參與討論哦 另外我們還特別請到了 兩性專家曾陽晴 來為大家解惑 今天晚安歡迎再次轉職收看 我們的姐妹淘心話 今天我們來聊一件事情 就是姐弟戀 其實很多人已經會覺得說 年齡根本不是什麼問題 但是雖然是這樣講 但是在實際上相處上 是不是有所謂的標準作業流程 該怎麼樣去相處 或者是真的這個差距大到有 一個世代的時候 該怎麼樣化解這樣的代溝呢 今天坐在我對面的這八位美女 其實他們都有交往過 那這個曾經交往過 差幾歲的我們看一下好不好 先看大家的基本資料 七歲的 三歲我們都覺得 五歲可能也還好 七歲 六歲 十歲 哇塞 我們先從十歲那位開始 阿彪 小十歲 你大他十歲 對 所以你們結婚了嗎 還是在交往 嗯 他有跟我求婚 但是我們還沒結婚 哦 OK 所以當初一開始就知道 他小你那麼多嗎 沒有耶 我看起來比較小一點 那他知道比我 就是我比他大 可是他不知道差到十歲 我也不知道他幾歲 什麼時候你才露出哈哈哈哈 就是 亮出身分證 來不及之後 來不及之後 大概是什麼意思呢 發生了什麼事 就是交往之後才知道 交往之後多久 三個月嗎還是 一個月吧 一個月 你才讓他知道說 其實我大你十歲 然後那時候有把臉拿下來嗎 沒有啦 在講話題的感覺有沒有 哇塞 那所以他那時候有震驚嗎 還是覺得說 你看起來那麼年輕這樣 他是竊喜 因為他喜歡姐姐 哦 OK 所以你們這個十歲 算是我們這裡面 差距最大的 請問一下曾博士 十歲你覺得 可能會有 想像中有哪些問題嗎 想像中啊 不過有個好處 可能是他們的生理配合 應該滿好的 哦 這樣是完美是不是 女大男十歲 剛好是完美的體力配合嗎 男生的這個荷爾蒙 大大高峰大概是二十四歲 二十四歲 然後就開始往下掉 然後女性的這個 這個高峰是三四 高峰大概是三四三十五 哦 所以他們兩個是 哇 雙高峰一起 然後再下來這樣 對 哦 十三歲如果就 親密行為這方面 他們應該是配合得很好 是 另外師婷 你是教過差八歲的是 現在也正在進行事 哦 對 你今年二十八歲 所以她 她剛剛春年耶 哇塞 這 在哪認識的 因為我認識的 朋友圈都是年紀比較小的啦 那她是因為剛好朋友 又介紹認識 那之後 因為她剛好 有比較聯絡的原因是因為 她想要跟我學英文 就以 她可能是以這個理由啦 當藉口 所以她那時候知道 你大她八歲嗎 剛那時代沒有講啦 是之後才 也是倒手了之後 再把臉拿下來嗎 是 也是差不多 差不多 不是 因為你們今天 真的算是修成正果的 那我看 雅美獎你是 教過最多小七歲的那 差七歲 可是我比較坦然 就是一開始我就跟她講我幾歲 因為我們一開始就講了 對 我們在郊遊網站上認識 那上面那個數字 我本人就不走假白路線 直接寫十幾年 是 然後我看到她寫十八 我說這個不錯 然後還有那個照片可以瀏覽 就各方面的生活照 跟實際的照片這樣子 後來我們就約出來 想說約個碰面 可是我不會去跟她單獨一對一 我就跟姊妹她要去 Lunch bar喝酒的時候 我就說那妳要不要來 她說好 那她就來 來了之後我就看 嗯 還不錯 因為覺得說這個體格跟長相 都覺得 姐姐都還在看體格 好像還不賴之類的 然後幾個姊妹她也會開始 期望說 妳什麼時候有這種東西啊 什麼之類的 好貨 好貨 趕快收藏起來這樣 然後我就說 我就 就說內心其實很竊喜這件事情 就是說一位小男生對我有興趣 然後後來我想說 應該那一次碰面之後 就不變火花了 後來我們就還是在網路上聊天 她就說 對我的感覺還算有好感這樣子 然後我整個火花就可能被點燃了 你知道嗎 仙女方就 然後我就就覺得說 好吧 那我們就交往看看這樣 對 而且其實我覺得這個 在姐弟戀的過程中 其實我覺得女生 還是會比較緊密一點嘛 因為畢竟女生還是會擔心 所謂什麼年華老去啦 什麼等等 人家怎麼看我們 這些 所以今天我們要請到 可以說是生活在我們眼前的 這個活生生的這一對夫妻 他們就是姐弟戀 歡迎我們的六月 李懿 老婆呢 快來了 已經吵到這種屁股了嗎 他不願意跟你同台 快來了... 他很少會遲到 但可能一定是路上有一些狀況 對...不好意思 因為我們錄影地方比較塞車這樣 但是想問一下李懿 因為根據資料顯示 當初是 你們才交往一個月 你就瘋狂求婚 不是...一個月嗎 還是一年 明明就三個月 三個月... 所以通常在那個... 三個月也很厲害了好不好 三個月啊 為什麼你那時候會瘋狂想要娶她 因為其實我前一段戀愛 我很想要結婚 但沒結成 然後... 所以有很多訂好的婚禮場地 跟婚紗照片嗎 需要有人來踢踢什麼 沒事吧 對... 半瞭急是不是 沒有啦 就因為我覺得 對我來講 我自己心中有一個很想要結婚的人的樣子 跟個性 那結果真的就很巧合 是我跟她 我那時候的經紀公司是她介紹的 但是我們從來沒有見過面 她也完全忘記這件事情 然後後面到在一起的時候 才跟她講這件事情 然後後來就這樣相處之後 我覺得 這個女生完全是 我想要的那樣子的人的善良 然後還有我家人非常喜歡她 我以前交過很多很多女朋友 我爸完全都不喜歡 每天跟她介紹的時候 她都會跟我打哈哈 可是到她的時候 我交給我爸認識的時候 我爸就很開心 真的喔 對 我爸就很開心 然後這 我覺得這兩個原因是 讓我想要跟她結婚一個很大的 她好成熟 她都看到心 善良的心 因為大部分都看到 所以呢 對啊 是不是 這一點其實李懿 我覺得啦 會談姐弟裡的男生 好像都滿成熟的 有沒有 莉莉亞 妳交往的 差五歲的 我交往最多就是差五歲的 對 其實她還是看起來 比我大的感覺 其實她也是很 其實本身也是很穩重 滿穩重的 穩重 對 認識的時候 是 對 所以這個要問一下李懿 是不是你其實 本來就一直比同年齡的男生 比較穩定一點 妳覺得 我覺得跟她交往之後 才開始穩定 對 因為我其實之前 一直滿幼稚的 突然開始歌頌老婆 哇塞 很辣喔 連老公都忍不住 一直看她身材很好這樣 因為剛剛李懿說 她三個月跟你求婚 但那個你說是一個月 認識在一起 差不多就一直問啊 但是你也沒有正式求婚吧 對 就是跟她提這個想法 就是說我們 真的是可以結婚啊 她說她看到你的心 很善良 哪有 太好了 那六月是為什麼會答應呢 她求了一年嘛對不對 不到一年啦 她就大概半年 就是每一個月都會在 你知道力行公司問一下 哇塞 對 那我們覺得 好爽喔 應該很享受這過程吧 女生被求婚 因為我那時候前兩段感情 我覺得談得不是很愉快 我就覺得我不想要提到 結婚這件事情了 然後那時候會帶 答應她是因為 之前不是有日本海嘯 然後我就是有一天 看那個海嘯的畫面 我就想如果2012年 是世界末日的話 現在趕快來結個婚 對 但是其實因為兩位呢 也是非常的轟轟烈烈 在婚後的生活 可能偶爾有新聞說 是不是吵得很兇 或者甚至有人說 是不是要離婚了 其實是不是婚後 也開始激烈的溝通一些 之前沒有想到的事情 是啊 因為其實包括到結婚以後 我們從在一起到結婚後 發生問題之前 我的心態還是會 就像我講我是一個大男孩 我會覺得很多事情 就像男女朋友談戀愛一樣 那她就覺得你少了很多事情的責任感 對家庭的責任感 我比如說覺得我把她照顧好就好啦 吃喝等等等等 我都把你照顧得很好 我接你幹嘛幹嘛幹嘛 可是她要的是我覺得 我對於我工作上面自己的要求 我對於這個家裡未來的規劃 我對於可能甚至我們小孩子 就是接下來出生的等等的規劃 我都沒有做這些事情 對 那她就會覺得你 都已經結婚了 你怎麼還是像含戀愛一樣 就會有很多的糾紛 對 因為我們今天在討論姐弟戀 其實姐姐會最擔心弟弟什麼 好好講啊 我不講 哇賽 你們真的 每天都在吵啊 每天都還在吵啊 吵什麼 大概昨天吵什麼 昨天吵什麼 昨天吵什麼 那剛剛在吵什麼 剛剛在吵就是 我覺得是一種溝通啦 我覺得我們兩個溝通 是完全沒有辦法 對啊 是很小的事情嗎 還是 很小的事情啊 夫妻一定都是小事情吵架嘛 大事情就根本就是 對 發生大事情的時候 夫妻一定是 會更緊密的結合在一起 是 但是都是為了是那種 很小很小的事情吵架 可是如果是在熱戀的話 應該男生稍微讓一點 而且比較要聽姐姐的不是嗎 對啊 但是問題是 我覺得我很多時候 已經浪到 有點 你知道 我先走了 不好意思 那面子有問題 不是 不行不行 如果你還想到這一件事的話 那你真的還是弟弟 什麼男性的自尊 什麼面子 但是那個讓 是我會覺得說 我也不會再去跟他吵 以前可能我們剛開始的時候 我就說你給我講清楚啊 幹嘛幹嘛 我現在也沒有 那你要忍戰 這時候我也覺得OK 就是我一樣做我自己的事情 但我該做的事情 我還是會做 比如說像我們前兩天吵架 吵到 他也不跟我講話 我也不跟他講話 然後大家都很難看 可是 時間到了 因為他是一個 非常懶惰的人 他不會去弄吃的 幹嘛 什麼都不會的那一種 他因為餓死 他也不要自己去 可能去買東西吃幹嘛 可是我會在 適當的時間 我還是會把 可能我不想跟他見面 但是我可能食物 會放在門口的時候 你們這樣好像還 等一下 曾博士 這像不像在熱戀期啊 但是我生氣就不會吃它 還是你也有偷吃兩口 再蓋回去 不會 我其實覺得 我一直跟他講一件事情 其實這件事 就算你不幫我做 我一樣可以活得下來 你說啊 對 哇塞 兩個還在硬耶 好 不好意思 因為那個錄影太敢 所以他們沒有氣 沒有時間去稍微緩和一下 所以曾博士 你看他們是不是還在熱戀的感覺 沒有啊 我覺得他們已經 是進入婚姻生活了 真的啊 你早期的聲音 婚姻生活也是這樣 對 也是這樣 真的假的 我記得前面 我們結婚七年 我太太給我一個結語 就是說 我突然發現妳好像在過單身生活 她一直覺得我 我只顧自己 把自己的事情弄好 我其實真的不管她 我說妳應該可以獨立 管好妳自己 然後我們兩個都可以活得很快樂 這樣就好了嘛 哇塞 所以一開始的觀念不一樣 一開始觀念真的很不一樣 有啦 其實像我跟李仁 我們一開始也有爭吵跟摩擦 比較大的部分就是在 我不能了解演員這個工作嘛 因為你知道 像我們高以翔來 我也是沒有鋪上去啊 對不對 對 點多摸摸她的小鬍子 這一點好像李懿後來有調整 這個是老婆要求嗎 我比較不管這個事情 那為什麼那時候你還害她 背了一個罵名 不是 是其實那件事情 真的是 我不對 我不能去怪別人說什麼 讀者爆料 好 我們跟大家update 就是再review一遍 就是她當時 結婚三個七天 老妹被補派 對 對 然後後來她就有 好像自己說 我要跪算牌什麼 她就自己pull了一張 她跪的那個照片 哇塞 結果沒想到所有的網友 是罵六月耶 就是說 你怎麼這樣管你老公的 說好像你對她不人道 但事實上 這不是你要求的 是她自己跪的 我給她的時候 另外一個處罰 因為她就是一個禮拜 可以出去玩五天 我給她處罰 是要小一天 就是四天 而且 蛤 這是什麼規定 等一下我剛剛聽錯嗎 為什麼 因為如果你是在酒店 你是在一個包廂裡頭 什麼照片傳出去 可以抓到人 你就知道誰pull的 那你在夜店不一樣 你只在乎抓也不抓得到 我這樣問是 她有沒有問她自己的形象 在保護自己 你只在乎這件事情 對 那這個對很多老公來說 不是處罰 是獎賞 一個禮拜可以玩四天耶 對啊 真的 不然你真的就呆呆的去玩四天嗎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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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沒有沒有 陪她四天 陪她四天 然後後來就真的只去酒店 不去夜店 沒有我本來就不太去酒店的 只是說後面就是變 我現在連跟粉絲拍照的時候 我就是不會有什麼搭肩什麼 我永遠都是手吸這樣 就是手插在後面 就永遠 因為這當演員的關係 我永遠相信只要鏡頭在拍 你做什麼事都OK 我比較怕是鏡頭之下你在幹嘛 其實我想問六月 其實之前你有談過姐弟戀嗎 也有 對 所以你是特別喜歡嗎 還是就是緣分剛好遇到 我覺得應該是因為前面 再前面有一段有一個 跟大我十歲的男生談戀 我覺得不是這麼的 臭動 對 就是我 無法去猜說她在想什麼 然後我也沒有辦法去表達我的意見 我只能一位就是一直聽 一妹就是一直聽她的意見這樣子 對 所以其實可以這樣講會不會太過分 也就是說姐弟戀來講 姐姐其實心裡面還是會怕說 男人會有太多你知道嗎 你知道嗎 是不是這樣講 所以要找一個比較單純的男生 弟弟就單純的 就是慢慢有養成計畫 好不好 哇賽 小男生的體力是否真的比較好呢 哇賽 他直接跳床上的話 那我們就直接問喔 弟弟真的體力比較好嗎 感覺體力比較好 可是他的技巧跟耐性沒有那麼多 不小心遇到第一次的話 就是 我們還遇過第一次吧 我們第一年你們有九個月是沒有 對 分開的 每天回來就那個鑰匙出 都腿軟 然後出了就 然後二十八歲 你們可能會沒有慾望 你真的就是 而且不管是對誰 不管是 要找一個比較單純的男生 弟弟就單純的機會 就是慢慢有養成計畫 好不好 哇賽 他直接講養成計畫 各位心裡都有這樣想過嗎 圈叉 芝芝有這樣的想法 可是我認識他的時候 魔女的教練 對 然後高二的男生 就是只知道讀書 因為他是讀滿好的學校 他就只知道讀書而已 所以什麼都不懂 然後我們是在那個 仙上遊戲認識的 仙上遊戲 對 對 仙上遊戲 就難免會有消遣相嘛 玩笑仙上遊戲 然後認識 然後認識就約出來見面 所以他高二的時候 你那時候是大幾 我那時候 21歲 21歲 我那時候有先出社會 先出社會了 對 然後所以就 我在網路上 我在網路上 我一直以為說 他比我還大 因為他講話其實都很成熟什麼的 因為他就是那種 超級書的一支 就讀了很多很多的書 然後就很會引經句點這樣子 對 然後約出來之後 我一看 總是那種高中的那種小屁孩那種 對啊 然後他就 他就超... 他就一直... 從那時候開始 他就一直跟著我跟著我 然後他... 而且還去休學 就... 休學為了... 就是為了說... 平早賺錢 沒有 就為了跟著我 因為... 對 所以他一直跟著我 因為第一點就是... 走到清楚了 一方面是啦 因為他完全沒有零用錢 對 我們聽到好多不同的故事 但是因為曾博士本來要建議說 你說姐弟弟應該怎麼相處 降低摩擦 你反而是希望男生有一點主見是嗎 對啊 我覺得 因為長期如果長期相處下來 這個男生如果一直被你調教 然後他老是不成熟 或者是他一直握在你身邊 當然我相信他現在應該很成熟 因為他已經都博三了 你們兩個在一起應該十年了吧 十年 對不對 但是我覺得這個孩子 他這個年輕人 就是說年紀比你小的 他應該要某個程度上面 越來越能夠跟你平起平坐 你不要老是養一個弟弟嘛 某個程度上他想法 各方面應該要成熟 甚至他越來越棒這樣 可是你有沒有 有被這些女人嚇到 這些魔女嚇到 他們有對弟弟的養成計畫 養成計畫其實是蠻好的 因為像這種 怎麼說 這種很受教是不是 很受教 因為最主要是他的心態 他的心態就很想結婚 他要有一個婚姻生活 那有這種心態的人 他會願意改變 可是有些人他就是想玩 講完的話反正 姐姐有錢嘛 跟姐姐出去玩多好啊 對不對 你怎麼講得這麼盡心啊 你怎麼變成這樣 那這個久了 你就會覺得這個不對 這段關係一直下去 其實他的品質會越來越差 但是有感覺六月就是 好像在等他送吃喝啊 然後我恨我吵架我也不理你 你是如何去 你知道嗎 這個我就說一定要等你來才問 如何讓一個小男生跟你開口求婚 而且屢次耶 你做了什麼讓他覺得你知道 我其實沒有對他做了什麼 他是看到我對我周圍的朋友做了什麼 那聽起來他很沒有被你灌溉到的感覺啊 就是你一直照顧別人 他我也會照顧啊 但是我真的覺得吃跟喝這一塊是最不重要的 對我希望他可以進步的 可能是在處理事情的方面 跟講話的藝術上面 我們比較常是在講話的藝術上面 吵架 哇塞 我覺得你也蠻硬的六月 我超硬啊 因為我 因為其實他們好像 因為其實他們好像 曾經有牧師進來喬停是不是 對啊 我拿著聖水一直往你身上閃 牧師不管一個啦 這是神父啦 神父 怎麼他們 我覺得很妙 其實牧師跟我說的話是差不多 但是我講他就聽不進去 然後牧師到最終只有跟他說了一句話 他就通了 什麼 有些事情是一樣的啊 但是因為他 你知道啊 他這種人講話的那種方式 常常會讓人家覺得很不舒服 就會很叮我啊 或是覺得那種 用指證的方式 那 可能你在當下有情緒的時候 是不可能聽得下去 是 所以這樣藉由第三者的角度 然後加上牧師其實 應該怎麼講 我牧師那時候跟我上課都是用畫圖的 那 那我覺得藉由他那個圖畫來講的話 就變得 你不是在 我會覺得 對 我會覺得他是在 用他的經驗 然後好像是就是 他比我大 他怎麼樣我就一定要聽他的 可是牧師的部分是在那個很客觀的角度 他也跟我分析說 他 他必須要去學習的東西是什麼 對 那他就跟我們講說 其實男生在 家庭方面他是一個 一個頭嘛 就是你不能永遠就好像什麼事情都讓了他 或永遠什麼事情都覺得說 我老婆事業很成功 我老婆怎麼樣怎麼樣 還有Cover 我只要做好我自己開心的事情 我不會去突破 可是牧師說不行 你要去突破 你要慢慢把兩個 因為我們兩個人一開始的起跑點就不一樣 他可能已經到這邊 我在這邊 可是牧師說他慢慢的要推起來 你要你要往上去變這個東西 不是大男人 但你變成說你要去帶領這個家庭 然後慢慢的 因為這個畫帶領這個家庭之後 我才開始 有了對 比如說我對 工作的計畫 我以前是覺得 人定勝天這句話對我來講是 不可能發生的事情 就是 就是覺得 反正今天開心就好啦 今天不開心 那明天就會開心啊這樣子 所以我覺得 做弟弟的 這方面 他 他要如果真跟有 就是某個程度上面 女生其實是比較早成熟的 心智商是比較早成 然後他又找出社會 所以如果你要跟上他 你有很多事情你要先準備好 就是 就像你講工作 未來家庭 小孩 其實你都要開始先去規劃 所以請問 對面這些姐姐 美魔女們 你們這些魔女喔 請問 其實說你們自己會注意跟 跟你的所謂弟弟 談戀愛的時候 溝通技巧要注意哪一些嗎 楊美講 我的問題就是 出在床上熱狂 喔 現在是已經先入註點了嗎 對 因為沒有 我就是 就是有點那種 以後我不會再教年紀小的 而且我以後也不會想說 以貌取人 因為那時候看他體格 好像也不錯 然後什麼各方面 好像也OK這樣子 結果一上去之後 就覺得那種 不是我想要的 對 哇塞 他直接跳床上的話 那我們就直接問喔 弟弟真的 體力比較好嗎 圈叉 應該說佔八成是比較好 我們先聽快樂的經驗 Sophia 感覺體力比較好 可是 就是 就是 因為他 我會覺得很像 在尿尿很尿急的時候 你想趕快把它 就是處理掉 對 太猶急 有 有時候不是很舒服 好 那Kiki呢 如果不小心遇到 第一次的話 就是 還遇過第一次的 你這個魔女 因為那時候 兩個人年紀都比較小一點嘛 就如果不小心遇到第一次的話 就不知道分手的時候 會不會傷害她 好 莉莉亞也覺得比較好 對 其實是剛開始加油的時候 就是真的很好 一天可以 就是一直都要 就跟 就要嗎 對 對 可是呢就是 交完到 三個月 四個月的時候 就是開始她會 表現她的時候 因為一開始你都講日語對不對 沒有要我講 其實 其實每個人都會 會 每個人都什麼 都要你講 都要講日語 對可能就是 很辛苦 跟男人都一樣 是 幻想一下 對不對 也可以配合啦 這個就是一個情趣 是 其實兩個人在一起 如果真的有講親密行為的話 成熟其實是很重要 就像你講 你為什麼會不舒服 因為她好急嘛 所以你就會不舒服 你還 沒有準備好 因為女生的那個 那個曲線是比較慢的 男生很快啊 男生的反應是 就像速度可以300倍 就是說如果你要30分鐘 真的 你才能夠進入狀況 其實男生只要10秒鐘 到12秒鐘 他就可以很快 他想要了 我問另外一位男士 沒有他們 那對夫妻已經很聽 想說 他就算你要這麼開 然後聊這麼高 就算聊到哪 那你覺得這個節目太厲害了 這第一次上節目 這麼開 我們談比較專業的問題 真的 男生的反應很快 他很快 他就會想要進入狀況 那我只問六位就是說 你的經驗也跟他們一樣嗎 不能有同樣的標準 因為我們兩個其實碰到的時間 非常的少 而且我們剛開始在一起的時候 約會的時候 甚至準備結婚之前 我在拍安檔戲 結完婚之後 他在拍安檔戲 對 他剛才有講他說 真正的好像結婚 第一年你們有九個月 沒有 對 分開的 所以呢 見面了那三個月 不是他每天回來 每天回來都那個樣子 都腿軟然後 出來 腿軟是兩個字 不要隨便亂 我以前不覺得 怎麼可能 我才二十八歲 怎麼可能會沒有慾望 可是你真的就是 累到了 而且不管是對誰 欸 不管是對誰 你不是說 你會想看電視看幹嘛 可是你還是沒有任何的 太累了 對 就是你真的是 因為你又要想明天不知道 那個工作什麼時候要開始 我明天又要拍什麼 又是不是又要跳海 是不是又要撞車 是不是又要幹嘛 因為安檔戲 它每天就是很多 而且劇本是 劇本是每天出的 你又要去消耗這個東西 所以真的你沒有任何慾望 當然姐弟戀 可能大家會想到 像剛剛芝芝的故事 經濟 就是在錢的這方面 其實真的 女生要cover比較多嗎 圈叉 有 5票是有 3票沒有 我們先聽芝芝的好 因為你那個時候 那個你的另外一半還沒成年 所以相當於是你要 養他養多久 就是 基本上因為他現在還是學生 所以 到現在還是 所以你們交往了10年了嗎 對 10年都是你在付錢 沒有 其實這兩年他上了博士班之後 就是有那個教職 學校會安排那個 就是 助教啊 或者是講師給他 所以他大概這兩年就是 有一點小小收入 對 但是他的那些錢 他都拿去買什麼電動啊 什麼的 他那PSP啊 然後什麼 什麼 什麼Xbox啊 然後什麼什麼挖工 就全部那個電動他都買 他以前不能買的東西 他拿到零用錢 他就好高興喔 然後都買 所以那你不會有一點不高興嗎 說 那你有錢都不會先想到我 送我一束花都好 我不會這樣想耶 我是想說 你開始有錢了 那你是不是可以要 開始出為家裡支出了 對啊 那你都去買這些都買完了 那你 你同樣的電動買那麼多個幹嘛 你一次只能玩一個 你買那麼多總做什麼 對啊 而且其實我覺得會有一點耶 就是說 因為他們從來沒有過掌控自己 所謂有錢在手上 所以他當然第一個 可能是想自己的玩樂是很重要 我們剛剛講經濟這件事情 所以很多人的想像 比如說我們兩個出去吃飯 我就有覺得 可能大家就在看說 是裡人掏錢還是我掏錢 我覺得他們一定會有這個壓力 雅美講如果說你帶弟弟 你在小七歲的那個出去的時候 是你付錢嗎 他那個時候 所以他就是 你們怎麼都喜歡染指這些 不是 就生活中沒有這種肉 他也對啊 然後突然來了 突然來了 能不來一下嗎 對 一處急發 一處急發 然後吃看看這樣子 然後結果他那時候在等當兵 然後就是那兩年 那兩年嘛 然後後來我就當兵之後 我想說他也有在工作 那我們就出去 然後每次如果說 都會吃那個路邊攤 可是有時候我想要吃好一點的 我就說 他會說可是月底咧 等下個月頂前好不好 然後我最討厭聽到這句話 然後我就說沒關係我先出 因為吃的我比較可以先出 只是覺得那時候 反正你也得到你想要的 那時候是那不一樣的 是… 跟這種未成年 一開始沒有什麼經濟能力的 然後你一開始就養成你付錢的習慣 他們最後就不想付錢 對啊 就像這個 就像那個啊 就買自己的電動啊 還好他也不想有未來 但是絕對沒有未來 我可以跟你講 因為他已經有錢了 他還不願意跟他分享 是 這個狀況是不會有未來的 那另外一位阿彪呢 之前剛開始交往的時候 他是學生 那他現在是當樂手嘛 然後也有錄音 但是收入是… 當然是比我少啦 然後我們就會 就是根據他的消費水平來 來做…來做娛樂 講到情人節禮物就是 像我就會跟他賽奈 然後他就會寫一首歌 然後自彈次唱 這也不錯啊 哇塞 就是會類似像這樣 因為我們一直覺得就是 你很容易找到可以跟你一起 分享物質生活的人 可是你要找到 可以跟你一起分享精神 生活的人 其實很難 你看 女生我覺得真的還是很細膩的 他們要的還是在靈魂層次的 六月獨家訓服術 我每天一定都回家 他的兄弟才喜歡我出去 我就是負責幫他們找正妹 他的兄弟們幾乎也都是結了婚的 這個如果要問姊姊的話 因為有的畢竟大到十歲嘛 其實自己有擔心什麼事情嘛 我們把它寫下來好不好 這個六月有沒有擔心過什麼 還是你完全非常好的狀態 完全不擔心 完全不擔心 真的喔 他的朋友我幾乎也都認識吧 因為我是 我去哪裡我都一定會問他說 我以前是 你不要去啦 就跟女朋友講你不要去 今天是什麼兄弟會 或是今天幹嘛 但我跟他自從交往之後 因為他給我的空間很大 為什麼我會這麼喜歡他 是因為 那時候我還是一樣泡夜店 剛交往的時候出去玩 可是比如說以前是約兩點要回家 以前女朋友就 你什麼時候回來一直打 可是我跟他在一起的時候呢 他是兩點十分才會傳一個簡訊 傳簡訊問我說 你今天有沒有要回來 不來的話 不回來的話我要把門鎖起來 然後我從來沒有不回家過 我每天一定都回家 我那個不是威脅的口氣 是因為我們家只有一把鑰匙 對 然後內外是不同的 他都會等門 我就要等門 那如果我確定他不回家 那我就鎖門 就鎖起來 對 所以你是立刻奔回去 沒有 我大概時間就是差不多 我就會說好 那我馬上回家 或是我幾點會回家這樣子 那你就不要鎖我 我回家再鎖等等之類的這樣 而且他都是求我跟他去 但是我都不行 對 我都會說 今天我們怎麼樣 我們要去哪裡啊 是不是就一起來 然後就很厲害 對 疫情故縱嗎 不是 我說就男生來講 因為男生很難 是 會做到這一點就是說 因為男生都很在意 兄弟們的那種看法 你知道嗎 就是說 早上是在這邊陪兄弟啊 對不對 怎麼可以說老婆一通電話 或一個簡訊我就回家 可是他願意 我覺得他就是他的真正的價值觀 重心是在關係 他的兄弟才喜歡我出去 真的 對 因為我們有一次出去 對 我就是負責幫他們找正妹 哦 妹頭 對 我們兩個要分別去找 然後他就說 因為他的兄弟們幾乎也都是結了婚的 然後我就說 你們今天晚上全部把自己收起來 每一個人都收起來 我們每一個人拔下然後放著 對 然後快 我們現在分頭出去找 然後找到我們這一桌來喝酒這樣子 那是因為你在 因為如果有另外一個老婆說 我們去找妹 然後你不在現場呢 我也OK 真的啊 對 其實他真的在這方面 他比我空間很大 因為他覺得 台灣全民狗仔嘛 反正你也 我看你能地下棒 是 沒有 他告訴我 他都會分析就是說 如果發生事情嚴重的時候 你要怎麼去面對 那現在還沒發生 那如果發生了 你就可能會有這樣的狀況 那你要不要去試 你要不要去做 對啊 我覺得他沒有 我說你沒有必要為了一個妹 或者是為了什麼 你傻到賠上你一輩子的名譽 因為這個燈出來 一定就是對你不好 是 對啊 那我看姐姐們擔心什麼 我們來看你們的答案版好不好 公主沛 代溝 穿著 興趣 KTV 這什麼意思 KTV你都點彩虹鈴 然後他都點周杰倫 真的 我真的像 范小軒學人的時候啊 然後因為他跟我差七歲 那時候他才十九歲 然後我二十六歲 然後那時候我為了要融入他的生活 我都已經努力的 練新歌 對 也沒有 就是敗在 就是不小心偷偷年紀的歌曲 那但是我外表已經 穿T恤跟小短裙 已經可以跟那種大學生 稍微比較接近一點 因為他們都是大學生 穿著就要故意年輕一點 對 因為他長得還不錯 然後就很多國中生 高中生的大學生妹妹 他也喜歡他 所以我就要跟他們競爭 那雖然我長得不是很正 但是我還是要努力就是 對 努力就是讓自己變年輕 然後就跟他們去唱KTV 那唱KTV的時候 我就不小心點了 范小軒的雪人 是 但是因為我覺得你這樣比較辛苦耶 像我也是怕就是說 我老公看起來比我年輕很多 所以我都會推他去曬太陽 就你去曬你去曬 然後或是他錄影很憔悴沒有吃飯 我說沒有吃 沒有關係不要吃不要吃 超聰明的 整個都這樣 很憔悴 所以他皮膚又很糟 所以他看起來會比較老 對 對 你就讓他多曬太陽多奔波 我那時候年輕不懂事 我沒有想要那麼聰明的招勢 對不起 我後來比較懂事 我就覺得說 其實不用那麼辛苦這樣子 嗯 了解 等一下這個後面的Kiki 你寫什麼 擔心不能結婚或什麼 人會消失 什麼意思啊 因為我覺得弟弟啊 就是不穩定性很高 然後他們能承受壓力的範圍很小 所以他們遇到就是有一點壓力 或別人的閒言閒語的時候 他們可能就選擇用消失來 對 對 這個其實李懿有沒有想過 那時候閒言閒語 然後你知道嗎 很多的壓力 嗯 我沒有到沒有消失耶 但是就是 那時候反而就跟他 會有很多的爭執 比如說像現在 我們又有在同一個經驗公司 我可能就會怪說 你們什麼東西什麼什麼 當初啊我去別邊 可能會不知道什麼 就會罵他等等 但事後你才發現其實 他們真的做了很多的事情 但只是 因為我很急 我很急的被人家講說 你沒有工作 你幹嘛幹嘛幹嘛 可是 其實演藝圈淘姐知道 很多事情是 必須要有時間去堆積跟去 去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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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操作 那我就覺得你們在幹嘛 就是拜託我 我不可能再在這樣 當然 你那時候的反應 也是因為旁邊人的壓力 就是會一直講嘛 那你沒有工作 你靠你老婆等等 我覺得台灣的男生 亞洲男生有太多這種壓力了 沒錯啊 你看第一個跳出來說 我被我老婆養了六年 是誰 李安啊 他說直接自己這樣承認啊 這有什麼關係 因為夫妻兩個在一起 就是尤其西方人 這個觀念比較健全 沒錯 就有時候工作很難講嘛 那老婆如果有收入 那你就持家 你就養家 那老公就待業 但是也會幫家裡 這個是非常非常這個 稀鬆平常的事情 但是他現在開始有 因為我也是這樣西方觀念的人 我覺得 你不可能都一直懷財不遇吧 那前面如果說是 你沒工作你待業的時候 我可以先衝在前頭 但是我覺得 給自己兩三年的時間嘛 我們不比大導演六年 那兩三年夠吧 然後很多事情我們幫他做 但是不能直接告訴他 因為為了他的自尊心 那每次跟我吵 吵到最後B級我才講出來 可是那時候已經 有很大的裂痕在 是 對 然後他到現在開始 你知道有回收之後 他就開始發現 你們真的幫我做了很多事情 尤其是他跟他們 現在同一輩的人就是 同一起出道的新人在聊天的時候 才發現 他其實已經算是酬勞 我們談得已經算滿不錯的了 是 然後受的待遇也不錯 是 但是我覺得為什麼 要經過中間那個過程 你應該相信我們啊 可是男生都 就是我覺得找弟弟 會比較是這樣的狀況 因為我上一個男朋友 是一模一樣的情形 對 我覺得要挺過來啦 因為李仁那時候 也被知名大媒體 那個一寫就是多少人在看的 就寫說什麼 什麼 一度被移為吃軟飯 哇塞 他整個是大抓公 會啊 然後我私底下也是會跟他 我說老公你不是 你是為了小孩 那你是有工作找你 但你現在沒辦法 那現在他為了證明自己 又發了風想給我去接很多不信 我說等一下 等一下等一下 現在是不想回家了嗎這樣 所以我絕對知道 男人在那個時候 其實有很大的壓力了 對不對 真模式你覺得呢 男人永遠要證明自己 是有能力的 所以壓力來的時候 他的整個溝通模式 會變得很奇怪 他其實是想要解決問題 然後他會用其他的方式 也許是像你們這樣子 他就會一直增長 去傷害身邊的人 對 但是他也不是故意的 他不是故意的 因為他一定要試著 把這個問題解決 所以你會發現 男人只要在高度壓力下 他就會變得很抑鬱 他的情緒掌控 如果他不是很成熟的話 他一般來講比較成熟的人 他就會想辦法說 OK 這件事情我要搞清楚 要釐清 那你剛剛講的說 像李安 他就願意承認 對 可是我相信 那不管是六年或八年 那個時間對他來講 還是很難熬 是 但是我相信像西方他們 牧師在證婚的時候 他就說你們有苦難 要一起走過來 可是中國有一句話說 夫妻本是同名鳥 大難來是什麼 很恐怖啊 年齡差距那麼大 姐姐們最害怕的是什麼 早就答應我 陪我吃飯 有一次要約我吃飯 帶那些女生去玩 對 然後出來玩的時候 也有聚餐 也約那些女生 有時候我沒有工作的話 會擔心 就是對 因為年紀他們就是比較近的 有可能有比較遠近 對 後面有一句八點檔台詞 在芝芝的手上 擔心嗎 確保硬了 已經十年了 他已經就是 健健的跟外界會 好可怕 苦難或者是有壓力 很大的壓力 兩個人一起走過來 你們兩個的感情 才會越來越好 所以其實你說 不要說男生擔心 女生有擔心啊 莉莉啊你寫 媽媽的行為是什麼意思 其實剛剛講的那個代孤 其實我兒子本來就很多嘛 因為 畢竟 所以就是很大的一個代孤 很多 那還有 有媽媽的存在是更大的 還有 因為他是獨生子 獨生子的關係 就是媽寶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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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隨時隨地都要知道兒子在幹嘛 然後可以到早上 七點可以打電話過來說 我兒子在哪裡啊 什麼的 就打電話過來之類的 覺得你好像取代了那個 媽媽的位置 也有 然後他媽媽會 可能會就是到後面的時候 有真的很明顯的看到有 挑玻璃間 對 挑玻璃間 就是 妳的中文學得很好 謝謝 挑玻璃間都出來了 謝謝 我來兩歲台灣 這樣男朋友就會有 中文會好 就真的被零劍了對不對 然後還有朋友的女生朋友 這什麼意思 對 因為其實他也是就是 打 那有一次我很難過就是 他早就答應我 陪我吃飯 因為他就是每天 八點要出團 不一定要打 所以就是有一次要那個 約我吃飯 可是後來他說 今天不行 因為他說他要帶朋友去找寶 那個女生朋友去 結果那個是 他的裡面朋友的女朋友 女生朋友 帶那些女生去玩 對 然後出來玩也是也有聚餐 也有那些女生 那有時候我沒有跟的話 會擔心 就是對 因為年紀他們就是比較近 對 我可能有比較有距離 對 所以你看看後面有一句八點檔台詞 在芝芝的手上 擔心嗎 翅膀硬了 什麼意思 他會硬到怎樣 我認識他的時候 所以一路都就是 他像白子一樣 一路都是我養成的 就是我常會跟他講說 女生就是怎麼樣 女生怎麼樣 你要怎麼服務 對 然後其實我都是在講我自己 對 然後 所以他就是照著我講的模式 然後來伺候我 然後 可是現在他已經十年了 他已經就是 漸漸的跟外界會有接觸 外界 對 所以把他關在象牙塔裡面 對 過了 他還想吃妳的禁籃 然後咧 然後咧 對啊 然後 像我常會跟他講說 他就說 因為我對我很兇嘛 我對他都很兇 我說為什麼燈都不關 然後或者是說 你那東西為什麼都不歸位 就是我都兇嘛 平常我都兇嘛 然後他就會跟我說 你那麼兇 外面那些女生 看起來都那麼溫柔 我要去找那些女生 他會這樣講出來嗎 他會講 因為 就是我們都很直話直說 是 然後我就跟他講說 你去找啊 你可以去找 你看他那些很漂亮的那些女生 你覺得他回家還是會這樣子嗎 彈姐弟戀並不是永遠都要 爸爸當弟弟 我覺得女生最終還是希望男生帶頭 對 當我們 就是當我們的屋頂這樣子 所以你不能一直用同樣的方法 因為你其實是要訓練他 就是養成他成熟 而不是養成他只聽你的話 可是 怎麼講 因為我牡羊座 很想掌控是嗎 對 我就是要掌控一次 對 我就是 譬如說他 讀什麼學校 他 因為他是在高二的時候載學 然後我就說 我跟他說我喜歡 會讀書的男生 所以他馬上去考大學 然後考了大學之後 我跟他說我 我喜歡 成績好的 他就 他就趕快拚命讀 然後就是全校第一名嘛 然後再來就說 大學讀完了 那就是要讀研究所 研究所讀完了 就博士班 然後博士班出來呢 就是直接當教授 然後就是一路我都是幫他安排好的 所以 我不喜歡他 安排好 我不喜歡他 他有任何的意見來頂我 對啊 就是一切就是我說的算 你不覺得這樣像在養兒子嗎 對啊 他的名字是不是叫9527 對不對 沒有名字 9527代號 過勞啊 也許你很多東西要教他 但是用一個 他自尊心能夠融獸的範圍內 來帶他 可能會比較好 就是永遠不要讓他知道 你在教他 對 其實男人很不喜歡 很忌諱這一點 對 很忌諱這一點 但是你是在教他 那如何能夠用一個很委婉的方式 說 其實我覺得 那樣做應該也蠻好的 你可以試看看 讓他選擇 你PO出 他說要這樣做 你就說 也許我覺得這樣做其實蠻好的 但是我真的不知道 那還是你自己做決定比較好 我覺得要試個案而定 對啊 對 要試個案而定 這個個案可能 我不知道 所以兩位會一直走下去嗎 當然 其實我覺得很硬的 而且我覺得他們很誠實也不想 然後很有心情看看 是 李懿是 當然 當然 所以你覺得 未來有任何賢祖 你們都會一起攜手度過 對 真的喔 他好堅定喔 你好幸福喔 優越 OK啦 某些部分改 就真的完美 也不要到完美啊 對不對 還沒硬就先把它剪掉 哇塞 聽到沒有 母女姐姐們喔 不過其實我覺得這個 對很多男生來說 也非常不是一個學習的機會啦 或者也不要講學習 其實有時候我們被照顧 或是有一天我們有能力去照顧別人 喔 這個過程就完美啦 那祝福我們的這個理事夫妻喔 好不好 祝福你們甜甜蜜蜜喔 它就會變得太好 哇塞